字幕視頻曲 主席 講到最早吧 就是 我畢業退伍那一年 大概是民國70年 1981年 剛好有一個東海歷史系的學長 他在陳映臻的小傳播公司那邊 做了很多年 他要離開了 他就問我們說那邊還有兩個缺要不要過去做 一個文字的 一個攝影的工作 然後就跟我們搬另外一個外文系 東海外文系另外一個同學就過去了 那陳映臻說你們兩個誰會照相 我說我好像會有拿了一盒換燈片 傻傻的 在金門當兵有時候無聊亂拍的那種 拿給他看 那他就這樣看一看 不曉得看見了沒有 因為他大我二十歲 所以很好算他當時的年紀 大概就是比我現在的五十五歲再小一點 可能他那時候才五五 如果我那時候是二十四歲 那他就是四十四歲 現在回想起來就是 他在四十四歲的年紀 其實就已經要承擔很多東西了 包括辦一個雜誌 雜誌要花錢 要管很多人等等 那是題外話 就是說 就去那邊考試考了兩天 那考什麼呢 考一個採訪錄音帶 然後還有一篇已經寫好的採訪稿 印在雜誌上改寫 然後就聽啊 寫啊 就教了 然後他那一篇 那個時候陳怡針那個機構呢 是在幫一些藥廠辦一些刊物 那那個刊物基本上是醫學的農業的 跟他們賣的藥有關係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寫的陳怡針 改的那篇文章是陳怡針寫的 後來才知道 不知識貨 改他的文章 然後呢 他是寫 你們基督教教會的可能比較清楚 好像是彰化吧 彰化基督教醫院 還是另外一個醫院 有一個醫生 不知道是藍大壁還是誰 我忘了 他連續工作了好幾天 很疲勞 然後開車 還是騎車回家路上就 不小心就出車禍了 陳怡針寫這個故事 然後我就把那篇文章 覺得好像太長了 五六千字 我就把它改成一千五百字 覺得超的類似 然後就丟給他 大概可以吧 就去工作了 就是民國七十年 退伍那一年 然後做那個醫學雜誌 農業雜誌 其實他不只是談醫院啊 這些或是農場 這些專門的領域 他還有一些一般性題材的採訪 譬如說 台灣的農村啊 台灣的山地啊等等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開始去跑一些採訪 傻乎乎的啊 也不曉得怎麼做採訪 雖然是念外文系 外文系就寫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從來沒採訪過別人 好吧 就在那兩三年之內 有一些基本的 練習吧 台灣也到處跑一跑 到了民國七十三年吧 就是過了 兩三年以後呢 陳映臻之外有一天就跟我們說 我們來辦個雜誌 像什麼呢 像那個美國那個生活週刊 或是國家地理雜誌 圖片很多的 報導的 他是沒有提到報導文學 我們那時候知道 聽到報導文學 大概就說 我沒一樣 不會喔 那就開始 大概從七十三年的夏天 開始籌備 籌備是什麼意思 把人找來 然後呢 開始去討論題目 做題目 大概籌備了他 差不多兩年吧 一年半兩年 民國七十四年 因為我都是用這個在記憶 通常會講西元 不過講到這個 我通常會講民國 因為他這上面有寫 這是創刊號在11月2號創刊的 11月創刊的 那籌備期間就有很多學習的機會 譬如說我們去吳家寶那個 世秋那邊學暗房沖洗 然後呢 譬如說王姓王老師也教我們一些 基本的攝影的東西 包括有一些圖片編輯的概念等等 然後還有包括很多人跟我們演講 那個張道朗老師啦等等 那兩個年期間也拍了很多題目 寫了很多題目 很多被王老師那邊就過不了關了 因為現在西骨頭什麼 重拍或是不要做了 也有一些被淘汰掉的 譬如說我拍一個寫一個日故宮 就是台北橋下面 現在可能比較少了 每天到那邊去等工作的一些 基層功能吧 泥水醬等等的 那一篇我覺得拍得不錯寫得不錯 可是到王姓王老師那邊就過不了關了 這個我忘了他說什麼 反正就先丟了一邊了 再慢慢改吧 綠式的 就這樣開始做人間雜誌了 然後呢 其實昨天才剛寫完一篇稿子 你在哪裡 給高雄市立美術館 那也是要談人間 為什麼忽然之間又熱門起來這樣 等一下可能可以給你們做參考 如果我講得里里拉拉的話 我那一篇是以創甘號為例子吧 就講一講這些人的作品啊 人品啊 然後工作方式啊 然後當年這一群人 跟什麼 怎麼湊在一起的話 就這樣開始弄 City Furu就開始弄起來了 現在想起來是那個斗膽抱天 我這邊生一些報導攝影 我們在的 報導文學 文學知道啦 外文是怎麼樣 報導文學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只是衝著 譬如說陳映哲這三個字嘛 我們在大一的時候念了很多 譬如說有一個課叫中國現代小說 從巴金魯迅一直到陳映哲、黃泉民一堆 到70、70年代的 都是禁書 都是被政府查禁的小說 那也不是什麼黃色的小說啊 也不是什麼黑的啊 好 所以那時候看了很多現代小說以後 那個 陳映哲這個名字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就是一座大山 這個大師要我們去 去寫啊拍什麼 只怕自己能力不夠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那 除了一些 外面的老師教我們之外呢 陳映哲本身其實 我們都知道他是一個左派 一個統派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可是都不重要 最重要他是一個大作家 他的 他的 受人尊敬的部分 很多一部分是 來自於他的作品 那我們就 這個大師 大師 讓我們玩 我們就玩吧 不怕死了 頂多給他罵 他也從來不罵人 非常好的一個人 很少跟我們講 很 就是比較重的話 跟他 一起 這麼多年 一直到人間關門吧 我覺得 那個 他 他什麼都會 他以前 首先 上網亂找的東西 還看到 那個 他回去 成功 中學演講 然後呢 他是成功中學那個 吉他社 創社的社長 他還有這一種 我們以前知道他 很愛彈吉他 不曉得還當過社長 所以他是 基本上是 很多才多藝的一個人 他常常跟我們講的一句話 是 很好玩 這攝影我不懂 你們去弄 他唯一會參加意見的 就是 挑封面 他會叫我們這些人 找個三四張 然後用那個 以前要用換燈器打完 然後大家討論一下 看一看 要用哪一張照片做封面 其他的呢 他只要求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採訪要做到完整 飽滿 你要 該用一年的時間 你就去運一年的時間 你覺得一個禮拜 你做好了 你就一個禮拜去做 沒有 沒有 當然每個月 正式出看以後 還是有那個 解稿日 大概每個月二十號 十一號 那 正式出看以後 當然那個 火車 陳怡真說的 火車開動了 每一站都要停 不能 落掉 在時間允許之內 其實很多時候 沒有 沒有 一定要求說 你什麼時候要交稿 要交多少字 要交多少張 沒有 你愛寫五千 你就寫五千 你覺得寫兩萬 才夠 你就寫兩萬 那 所以篇幅是沒有 講好聽一點 是沒有 沒有計畫 沒有所謂的企劃案 這種東西的 所以對每一期的內容 其實都是 看大家在做些什麼 其實人間有一半一半的 有一半的東西是 這些作者 這些採訪者 自己想做的 比如說 賴春彪就是做他的森林 藍波之後 後來做了很多 那個 二二八白色恐怖的 那個 口書歷史 那類似的 那我 大概比較沒有 一定要特定一個方向 大概 很多時候是自己找的題目 那大概有一半 是所謂 企劃出來的 如果像是 創開號 那大概有毫無企劃的 沒有說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什麼 什麼專題 要做什麼 偶爾會有啦 譬如說那個 什麼 四月號就弄個兒童節 不知道誰提出來 這個鬼東西 說要做兒童節 沒有 不是長老四月刊 那 就是說 最大在那邊工作 跟後來去了 外面的一些單位工作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說 那個是要靠自己的 主動 沒有人會強迫你 一定要在那邊工作 我們在那邊領一個月 譬如說萬把塊 出去外面的薪水就是好幾倍 假設這樣說的話 這些人都是因為興趣 因為對於陳映珍這個 應該是發行人 總編輯的一些 從在學生時代的景仰 進去的 譬如說 那時候大概有 兩種人 一種是外文系的 從正義正開始 有英文系的 中文 有法文系的 什麼系的 另外是新聞的 文化的新聞系 是新的 那這兩個最多 那也有 我記得也有人是 學美術畫畫出身的 當然也有去美國回來的 也有在台灣 自己 我們這種 古搞下搞的 自學的 跟攝影 跟什麼這些的 大概就是 另外 另外有一批人 大概是 夏朝這個系統的 很少 就跟夏朝很熟的 比如說 中俊生 有 范政國 還有 那我呢 大概 好像快畢業了一兩年 有在圖書館看過 夏朝雜誌 那 是覺得 那邊有 有很多 很好看的題材 但那個 不一定是 採訪稿子 有些是文化性的 議論的 比如說 我記得有一起 提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水門玉島的 會長 楊祖君 李莊澤他們 淡江那些事情 類似的 所以夏朝這個系統 也有一些 那時候 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人 年輕人 進來 那總的來說 就是說 人間那個 起步的時候 其實文字 跟攝影的 水平 還 這些採訪者的水平 應該蠻高的 譬如說 譬如說中僑吧 那 大學時代就是 整天在寫詩的人 那 藍波大概 大藝就寫小說了 去拿 拿獎金的 那 當然我 我大藝也寫過小說 去學校片點 那個 什麼 真的很好混喔 中文系辦的 辦的 文學獎 和畫文系去拿 去拿獎 這通常好像是這樣 比一般外面 我們 印象裡面的 就是說 其實那個 一開始那個人的品質 都還蠻 蠻 蠻平均 蠻高的 那 在 所以那個 陳怡禎也 也不是一個 那種 要當管理者 那種 management 那種人 他自己也是 不好意思說 上班 還不曉得管我們 這些人要怎麼管 也不能叫他們 9點來打卡 5點下班 那個去外面採訪 哪有什麼9點5點的 那 就是 嗯 通常是這個時間才 這個 每個月大概這個時候 大概這個時間 大家醒了 然後就 摸摸到辦公室去 那時候在和平東路 幹嘛 該寫稿的 該交稿 該去暗房洗照片 就去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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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更半夜 那 那幹嘛 大概 9點10 10點11點以後 然後 就 趴趴去路邊談喝酒 然後 有時候喝 喝得爛醉 有時候真的忙 就在辦公室裡面 大概10 10點11點 幾瓶啤酒 幾個菜 然後喝了 睡了滿滴 都是人 陳怡禎的辦公室 就是這麼有趣 完全沒有 沒辦法管理的這一批人 反正他到時候他東西都會交出來 他跟你講 他還有幾篇在哪裡 還在做 大概什麼時候 應該可以做完 都是這種 屋子的藝術家 也沒辦法管理的 那後來有找 陳怡禎也很頭痛 他每天早上9點來辦公室 到最後一年吧 那辦公室除了那些做行政的人員 會計啊 什麼發行啊 以外 編輯部比這裡還空 那些人都還沒醒過來 那後來找王拓來當社長 王拓說 以後 早上9點要來 然後 5點半下班 然後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蔡明德第一個就反彈了 我們在外面從來沒有 9點半才起床做事 天還沒亮 就出門去 9點半就要 9點就要收工了 太陽那麼大什麼照相啊 等等 那我們在外面 禮拜六禮拜天也從來 都在拍照 在採訪 我們從來沒跟你要過交換費 什麼 你還用這一套笑死人 後來王拓幹了三個月就走路了這樣 他不知道去幹嘛 去民進黨選舉了吧 這個事情後來 反正你去找找 那個夏朝裡面也有 在罵王拓這件事情 然後 這個題外話 就是說 對這一些人 後來 楊憲宏大概在最後半年的時候 第四年的下半年來 然後他也是 每天早上來看不到半個人 有兩個人會準時來工作的 他們剛來 比較不曉得怎麼一回事 張詠傑跟賀淑娟 每天早上 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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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後來楊憲宏怎麼說呢 你們如果十一點來的話 我請你們吃便當 剛開始幾天有 幾個不好意思 總編集新上任 那就去了 後來沒幾天也是這些 孤魂野鬼野狗 反正就是下午 太陽有點斜的才出現 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是對自己負責 也對陳映臻負責 其他的都不算 有的人自己弄了一個 什麼採訪主任 封自己做 沒人理他 你神經病 好 那譬如說 那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是圖片編輯 王信做過 再來是郭立新做 郭立新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做了第一年 後來郭立新要去念書 反正要去教書 就把他丟給我 我就做了第二年 我做了一年實際 忍耐了很 每天要早一點去 每天要怎樣 那個 挑照配搭是很重要的 人間那些兄弟們 拍回來都是 以前他是底片 黑白的 一拍回來可能幾十卷 然後他們會去暗房陰陽 一種一格一格的 然後呢 我就得拿一個 放大鏡在那邊看 看他們所有的照片 然後 譬如說跳個十張八張 還是二十張出來 這個裡頭使用 那你說陰陽可以從來有什麼樣 一般是八成十的象徵 我們是很省的 老師說應該用十十二的 我們已經省到用八成十了 什麼東西都是在幫他省錢 然後那個叫做workprint 就是要印刷用的那個 我們在洗多大你知道 五成七 好可憐喔 你知道現在 你如果說雜誌要用黑白照片 起碼都來個十一十二的 那個 什麼字板 什麼才好看 就是為了他 幫他省錢 我記得在那幾年 包括前後五六年的時間 我記得我們這些兄弟 沒有人住過旅館 出外的時候 去採訪陸崗 陸崗 那個反杜邦的時候 就是 到後來都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時候的先議員 不是年錫林 叫什麼名字 反正就是半夜跟他喝了爛醉 躺在他們家客廳 還是躺在可能 躺在椅子上就睡著了 去阿里山採訪那個 那個 那個 唐醫生事件的時候也是 基本上 第一個山上那時候 也沒什麼民宿嘛 我們也不會真的去保健住旅館 就是看採訪到誰家 那採訪完來都已經醉醺醺了 就 倒在那裡就睡著了 那時候年輕嘛 不怕冷 不怕動的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很辛苦的 在物質上是很辛苦的 很結局的 比如說我跟那個 關洪志 兩個人騎一個摩托車從哪裡 從台北騎到阿里山上 然後呢 老兄 他說他的這裡不對 那裡不對 他那個脊椎不太好 還沒騎幾十公里 他說他腰痠了 換他騎 兩個人 我那時候還好 我那時候還沒這麼胖 兩個人騎一輛那個 夜夜車 地鐵那個YAMAHA 那一百二十五CC的 從台北騎到阿里山山裡面去 那 現在當然採訪沒那麼辛苦 現在有車有什麼都有 以前就是兩個人 一個摩托車就出門 有時候會做公車 公路局的等等 花的最多的錢 其實老實說啦 這對美國人想起來 是不可思議 底片錢 比如說Agent底片 那時候 現在一百塊來講的話 我們會帶個五六十塊 那五六千塊 那五六千塊 就是出差採訪 花最多的錢 其他吃飯 山裡面 通常有一個部落的話 有一個著火店 有一個小麵店 通常就是那個陽春麵 好像全台灣的部落賣的陽春麵都一樣 加個滷蛋 就這樣過一餐 常常在人家家裡吃飯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 嗯 花很少的錢做 做很多很好玩的 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事情 那後來去別的地方花錢 覺得想說那邊花錢 跟花水一樣 不當一回事 我去大地上班去 一個人去菲律賓六個禮拜 回來算一算算 我說 欸 花了六七萬塊 台幣喔 他們說你怎麼花這麼少 我說不習慣 不習慣住旅館 旅館我也不曉得 什麼幾顆星 有的沒有的 我覺得我已經很浪費了 然後 後來跟蘭波去TBS 拍一個 應該算外資節目吧 拍那個 他那個 台灣思想起吧 然後五六個人去北京 全部住五星集飯店 然後那個 蘭波叫我管炸 幾萬塊美金 我說欸這個幾萬塊台幣 我都不會管 還幾萬塊美金 我怎麼管管這些錢啊 他說不管了你就花吧 他說好 哇 然後三五天 覺得這旅館住了有點悶 那個 就換一家這樣 我說人家怎麼都這麼好命 我們當年 然後什麼旅館 常常地上躺了就睡了 不知道不知道誰家的 所以那個物質不豐益的年代 那個 到最後我記得第三年的時候 出了第三十六期 有開了一次會 陳醫生說 撐不下去了 要不要關門 這樣 暫時停肝 那他說 算給我們聽 大概一個月要花 大概一百萬左右 人事費用 主要是印刷費 這一萬本 雖然那個損失印刷 那個沈老闆 就算很少的錢了 基本上 半銀半小賞 基本上只收公本費而已 那一個月花一百萬吧 左右 陳醫生在那個最後結算的時候 到第四年才是停刊 大概虧了七百多萬 七百多萬對我們小老百姓講很多 後來有一個例子 就是 中國時報吧 有一個小本的週刊 不是那個時報週刊 辦了三年 然後我去工作了沒多久 他就停刊了 他們三年好像花了兩三億 什麼台幣 兩三億 無法想像那是多少錢 陳醫生那個 那我們玩了六年才虧了七百萬 人家是三年就可以搞叫幾億的錢這樣 那這種例子 大概也可以延伸到現在的什麼 蘋果啊 什麼的 類似的 有錢不一定好辦事啦 有適當好的人 人才才能做 做得了一些事情 反正我懂那些什麼 講哪裡去了 其實在仁謙跟最後的那些 工作過的一些單位吧 像大地啊 還有什麼啊 中國時報嗎 還有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只做了三個月就溜了 去當圖片編輯 那是人間剛結束的時候 那 後來是覺得去雜誌比較習慣吧 報社是 時間很零碎 我是當圖片編輯 其實不用去跑採訪的啦 那時候實在白天太無聊了 我的工作是晚上去一下 然後大概半個鐘頭把事情做完了 把照片發一發給編輯台 挑一挑發一發給你 沒了沒了 薪水是人間的四倍 太好了 只要用不用大腦做的事情 那不能亂講 以後人家都不要雇用我了 就是說 一個大的問題 也不是問題 有意思的地方 人家都說 人間這些人照片都拍得很好 一定是你們武功高強 技術高超 所以 人間這些人關門 又出去外面 無法找不到工作 甚至還都是被高興挖過去的 那 當然我們這些人呢 基本上一個是 用功吧 那你說有沒有特別聰明 還是什麼藝術天才 其實也不是 這是一般的 大概也不會比他聰明到哪裡去 Average 那種V加減那種檔次而已 你說IQ吧 大概也就這麼100、110啦 這是那個工作方式嘛 簡單的說就是那個工作方式 當然也有一個指導思想 當然就是傳統的報道攝影的作品 長什麼樣子 大概大家腦子裡面都有幾個大師在那裡 什麼尤金史密斯啊等等等等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 沒有一個什麼所謂的指導思想在哪裡 陳一鎮從來不跟我們談馬克思 談什麼的 也不會跟我們談那個什麼 欸這個偉大的報告文學呢 是從蘇聯怎麼哪裡開始 什麼紀錄片是從哪裡開始 沒有啦我們從來不談那個 他覺得你該自己讀書學習的 你自己會去 為什麼 因為你在現場會有很多疑惑 比如說我該這麼拍還是那麼拍還是怎麼拍 那該怎麼問 還是該怎麼跟你採訪的對象 介紹你自己介紹那個雜誌 你碰到問題自己會去想辦法的 那就是在這種很寬容 很自由的情況底下 才有一個所謂的 比較好的成長 學習 那剛開始也是我記得 藍波周跟我說 那一開始做報導文學 就是所謂的人間雜誌上面這種 文字文章的時候 一樣 他說 報導文學要怎麼寫 陳一鎮說我也不知道 那個沒有一個慣例可循的 你不能說 就這樣喔 123ABC 照著這樣做就好 每一個題材不一樣 每一篇寫的方式可以很不同 從那個 你可以寫成一論文 也可以寫成散文 也可以寫成什麼 那看你對於那個材料的處理 怎麼處理 會有一個前提就是 你要做的 採訪做到最完整 最飽滿為止 那 那這方面就是自己要求自己 那陳一鎮常常在開玩笑說的話 就說 譬如說我做了一個 什麼兒童虐待 一個專題 後來人家好像做了兩次吧 前到安跑了一個月 跟這個議題有關的 大概都被我問完 只有一個人沒有問到 就是那個 白秀雄 那時候社會局長 台北市的 剛好出國 找不到他 問了一個社會司的司長 實在是不曉得要怎麼樣 引用他的話 最後引用一句 社會司司長 兒童福利最高主管機關 他說了一句話 沒有啊 台灣哪有兒童虐待 然後他的畫方大概最後面幾段 那前面有九千個字 就在講兒童虐待的例子 立法等等等等 這個大官兒就在後面 講了一句大概不曉得 害他下台的官話沒有 類似的就是說 你能寫多少 你覺得啦 那陳一鎮會在寫作的記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